须圈死神击战零号时任雅密 空座丁岚染清零战士 其麾下东仙要一马当先 与博村打的是有来有回 他无法理解 东仙之所以成为死神 难道不是为了网友吗 难道不是为了贯彻正义吗 风仙在空中沙沙坐下 东仙精准地一刀化解危机 修兵本就是负伤之躯 这可是个轻而易举的突困 手中风仙在青虫的一条一波下便脱手不出 修兵看出救人当真动了杀意 他将计就计 双手猛地一拉锁链 两柄刀刃飞速回拉 眨眼间便将身前的东仙限制在死角 再晚一秒恐怕便落得拦腰斩断的下场 博村当日没能让有人悬崖论 他曾去往割框墓前 询问东仙死去的有 自己究竟要怎么做才能阻止东仙误入气度 修兵不惜以负伤之躯也要参与这场战斗 因为他记得曾在割框墓前与博村许下共同的约定 他问向博村队长 东仙队长还会再回到这里来吗 大狗向修兵保证一定会 就让我们亲手把东仙唤醒 然而东仙此时一门心死却只在胜负 假面军团已经对蓝染出手 自己也是时候拿出真正的力量 东仙所指是蓝染大人赐予的远胜与万解的力量 只见东仙左手缓缓抬起 手掌被放在面颊之前 这熟悉的动作不禁让人想起黑奇义虎 看着东仙面部散发的诡异灵力英式没有猜错 东仙此时要做的正是施展名为虚化的 大狗恼怒相劝 虚化为东仙带来了庞大的灵力 紫黑色的灵子随着狂风散尽的那一刻 东仙已然戴上了近乎纯白的须之甲 见到东仙这副姿态 修兵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下一刻修化东仙施展翔转 灵力的刀锋在修兵身前一闪过 博存后之后终 修兵恐怕是命不久已 天剑 自诩正义使者的东仙戴上了假面 用出了虚化的力量 瞬间将修兵击退至战场外 力道无穷的博存放出天前斩击东仙 却被青虫轻而易举地挡下 大狗在力量意图上竟然没能占个上头 青虫脱离了天前的压制 东仙一技转身回旋踢击打在博存右侧肋骨中 博存难以置信地感受着虚化的恐怖力 一脚之威让人高马大的博存人养麻烦 刚进的肘击将大狗击落至地面 道飞的大狗双手骑出才坦坦挡下 然而躲得过斩击可躲不过踢击 大狗的身躯如流星竹月一般砸碎了整栋大路 东仙对着下方的废墟说道 你们认为是同伴的那个半死神的少年 应该也同样拥有虚化的能力 为何自己得到了这份力量 就非得被如此的鄙视不可 说到黑旗医护 大狗知道医护并非是自愿进行虚化 但东仙却不同 自从那路踏出了 东仙却并不认同 有死神接近虚的领域为何叫做堕落 那不过是腐朽之辈将死神和虚分为正义和邪恶 浅薄的二元论点而已 这时一劫锁链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东仙身前 将其从高空静止拉拽到废墟至上 修兵成功地抓住了东仙松懈的破绽 东仙自嘲看来出手太轻 自己也天真了 可是实确是修兵反射性地退后了半个 阳光明媚风和日历的午后 修兵失落地待在树荫下 东仙应习惯邀请来此处会面 他问向贵佐诺 是有什么话需要到这地方来说 东仙告诉修兵 如果因为是昨天演习的失误 不用太过在意 一开始谁都会这样的 修兵无法原谅自己 那时候之所以没来得及 不是因为失误和粗心 而是因为修兵在害怕 他曾经到县市参加过实战演习 在那里弄伤了右眼 从那之后修兵就再也无法服气勇气 每当自己拔刀时 每当自己面对敌人时 东仙缓步向前走去 所谓恐惧的心理是人之本心 不仅是修兵 身为队长的自己同样也害怕战斗 眼睛看不见的自己怎么会不惧怕战斗 东仙曾这样教导过身为部下的修兵 然而此时此刻修兵陷入了迷茫 他真的不同 对东仙队长来说 说出那番话的你 为什么会为了力量而抛弃了一切 就在这时一把白刃穿透了滚烫的胸膛 东仙将青虫插进了激动的修兵体内 此时的跪左目视线模糊 已是无力反抗 东仙一脚踹出将修兵从青虫上踢开 对着无力再战的旧部轻声说道 我当然很恐惧了 可自己的恐惧在百年之前 就已经和死神童话后消亡了 天浅明王伟岸的身躯顶天立地 就如使用他的主人博村佐镇一般 博村佐镇虽心中千万个不愿意 还是不得不将黑神天浅明王的刀刃对准有人 东仙嘲笑起愚蠢的博村 看到这虚化的强大力量 还以为用那区区万解就能打倒自己呢 这区区万解在大狗听来 说得好像与自己交战的东仙是十人一般 每每想起记忆中温柔的女孩 想起身旁女子的温生戏 东仙就更坚定一分 区区死神 从来就不是他所追寻的存在 还记得两人出世之时 东仙向自己伸出了有意之神 大狗婴儿遇到了不在意自己样貌的女孩 狗狗一直没有忘记两人黄昏下的那方法 博村之所以加入死神是为了报恩 而东仙 多想无意 博村向有人咆哮着挥刀而去 东仙直言天真至极 大狗万解的能力自己可是很清楚 天谴明王手持剑刃足有两个东仙身长那么宽 大狗向前踏出一步 卢山巨剑直接就是立屁华山 一刀斩过时漫天烟尘 大狗侧过头去 东仙的身影随之出现 若论破坏能力的话 天谴明王确实非常出众 东仙方才说凭借自己的万解无法将其打败 可论其力量的话 天谴明王和东仙之间有着大人和婴儿般的差质 何来无法祭拜一说 大狗的这份自傲 东仙不介意将其亲手打落于尘埃 东仙把好架势弹射起步 大狗目不转睛始终捕捉着东仙身影 东仙开始了游动 青虫在天谴明王身躯 沾之脊走毫不停留 只要伤到那巨大的身躯 大狗自己的身体也会受伤 这是多么不变的万解啊 东仙一时不慎被明王挥中一拳 他抵挡的手臂此时已然多处固住 但他却仍然没将大狗的万解放在眼中 不必瞄准明王的要害 大狗早晚也会无法正常行动 东仙可从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村左镇从始至终都只想将东仙从迷途带回正当 如果为了得到力量 欺骗朋友欺骗不暇 那便是堕落 可东仙却并不认同 他只是个为了复仇才选择加入组织的人 若因为安宁的生活而忘记了本来的目的 选择和组织同流合污 这种行为难道不才应该叫做堕落吗 大狗知道了东仙成为死神的真正目的 那时他还只是个未经世事的青年 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和一个女孩一起 看星河在闪烁 看月亮爬上来 女孩名叫歌框 她喜欢这样的夜空 因为夜空和世界很相似 一切都被黑暗所包围 有着无数小小的光芒 同时也有想要遮挡这光芒的暗影 女孩一直有个梦想 她想要成为驱散那些暗影的人 为了让每一个光芒都不会消失 星空下女孩欢喜地告诉东仙 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死神 昨天自己也收到了统学院的合格通知 她要成为死神 成为死神和虚作战来创建和平 东仙为有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若是有什么自己能帮忙的事情 尽管开口 歌框只希望东仙能好好地做自己 然后来听听偶尔回来的自己的故事 这是东仙和歌框的约定 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微笑 然而从那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东仙与歌框再见时握住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洁白的花散落满地 东仙捧着女孩的手将额头贴了上去 杀死女孩的人是她的丈夫 为了一些无聊的争执 那个男人抱起杀害童谣 江泽被他的妻子也一并杀害了 星河不再美名 比任何人都期望世界能够和平 比任何人都拥有强烈的正义感 为此还选择了战斗的她 却连参加战斗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东仙没办法如约定一般好好做自己 正義が足りぬというのが 私が正義そのものになろう そして世界の全ての邪悪を 雲の如く消し去ろう 私の正義の全てを懸けて